我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你的一项鞋是58 可是今天段总坐在了专家席 那专家席的人能招人吗 在我看来我觉得不惧一隔 我们今天是解决求职者就业的问题 至于我优先给大家来找 但是呢 如果我觉得他好的话 我觉得我应该去争取这个机会 帮大家抢一抢 我看你的经历啊 你是音乐学院毕业的 然后你也没有做过什么 这种真正的医疗 这方面的这样的培训 然后你现在找的工作呢 5000块钱就可以了 然后说要到58那边去做这个月扫 你到底到今天来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 你每个月可以拿10万块钱 你为什么要找个5000块钱的工作 我如果不去突破的话 我可能五年十年之后 或者是甚至一两年之后 我就拿不到10万了 你有算过你现在如果每个月能拿到10万 五年十年 咱都别说十年 六年以后你算过你有多少钱吗 您要知道我的培训费是特别贵的 我出去学习是特别贵的 我出去学习不加吃素 一天两千学费 就你每个月赚10万是纯利润 对 那你现在的客户从哪里来的 就是需要健康和美的 那怎么找到他的 他怎么找到你的 大多数是转介绍 一次一个人大概多少钱呢 现在一次一个人是6000到1500不等 要看他做的项目 一个人一天上6个小时的课程 不是 就是不是一个人 是我一天要上12个小时的课 也就是12个人 那你就要赚到 一天就要6000到12000 有可能 好 那一个月是多少 18万 因为我有半个月在外面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也会就是一个星期在外面 那一个月也是9万啊 最低也是9万 那不用找工作了 英琪 我觉得你把这个逻辑要说清楚 就是说什么样的机会平台 你宁可放弃月薪10万的工作 然后找一个机会 这个机会是什么 机会首先就是我可以进入大的企业 去感受这个架构 因为在那里我可能5到10年 或者是甚至一到两年之后 我的价值远远比我现在更高 因为我现在的平台 就是面对我每年这100多个会员没了 就是这个平台太小了 其实我的客源已经在被稀释了 因为我还能保证这个情况 是因为我的价格 因为我的价值在涨 可是我现在觉得自己的价值在涨 能接受的人就少了 那我就要考虑我未来 为什么我刚才在上台的时候 说我要再一次突破自己 突破自己就是再把自己打回原型 再重新走 因为我现在有强有力的就是 我有技术